考察的是这个机器周期 机器周期我们也叫它CPU周期 首先看一下 这是一个指定周期 那么我们将这个指定周期分为四个周期 那每个周期称之为一个机器周期 那么我们一般是如何定义机器周期的呢 一般是以内存读取一条指令字的最短时间来定义 那你看这个就和我们这个A选项非常像 但是还是有一点不一样对不对 在这个时候如果你不敢确定 不要紧我们继续往下看BC第三个选项 那首先看一下B选项 它说一个指定周期通常包含多个机器周期 没有错对吧 我们这边给出了就四个了 所以这个B选项应该没有什么问题 那说C选项不同的指定周期 所包含的机器周期数可能不同 大家非常容易在C选项犯错误 因为大家可能会觉得 那一个指定周期那就是四个机器周期嘛 取指见指执行中短对不对 但是其实不是每一条指令都有完整的四个周期 有的可能没有 我们打个比方 假如有一条指令是做加法 对吧 那么他给的这个地址码是以立即数的形式给出 我们知道立即数给出的那个地址码 就是操作数了 对不对 而我们鉴子是做一个什么事呢 我们鉴子做的是一个取操作数的有效地址 但是由于用立即数形式给出的这个操作数 本身它就是一个操作数 不需要我们去取地址了 所以其实对于这个以立即数方式给出的这个地址嘛 它就不需要鉴子了 对不对 那就你看就变成三个周期了 所以这个C选项也是对的 周期数可能是不一样的 看D选项 他说每一个指令周期都包含一个中段响应周期 很多人也会认为这个是对的 那其实错了就错在这个地方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呢叫中段响应周期 只有在你在取指鉴子执行 这个阶段 有来这个中段请求的时候 我们才会进入这个中段响应周期 如果你在这个阶段 就没有中段请求 那么我们这个指令执行到这个时候 执行到这边的时候 发现没有中段请求 我们就不会进入中段周期 而是怎样 而是直接进入下一条指令 所以说不是每一个指令周期都包含中段响应周期的 这大家可以理解吗 所以这要提错误的选项就选择这个D选项 这要提讲解结束